歡迎來關注這個小犬颱風的最新動向 可以看到其實它步步的逼近我們台灣 而且可以發現到它整個暴風圈的範圍 可以說是非常的寬廣 它的七級暴風圈的半徑 已經來到了250公里 目前看起來它隨著這個距離台灣 越來越近是以中台之資的等級 其實它在下午的時候 強度是有略微的下降 但是我們剛剛說到它的暴風圈很大 意思代表說它掃到的範圍 是非常的廣 所以氣象局針對了陸上警報 在晚間的時候是有擴增了兩個縣市 也就是包含嘉義還有台南 所以現在總共是有八個縣市 包含花蓮 台東 恆春半島 屏東 以及高雄 台南 嘉義 都已經列在了陸上警報的警戒區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鵝鑾鼻 東方大約是380公里左右 那麼它最快接觸到陸地的時間點 預估就是在明天的上午 而它登陸台灣的時間點 預估會是落在禮拜四的清晨的這段期間 以目前的路徑上來看 還是認為說它從台東到恆春半島 這個區間登陸的機率相對是比較高一些的 但是隨著它逐漸靠近台灣 可能會受到地形的一些影響 交互作用之下 也有可能讓它的路徑不確定性增加 所以未來還要再持續的關注 但是以目前一旦它登陸之後 預估很快的就會掠過了台灣的上空 接著就會進入到台灣海峽的南側 這個時候也不排除就會減為輕度颱風了 那麼它進入到台灣海峽的南側的時候 預估會是落在四號的白天 但是這個時候還是不能夠釣雨清新喔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外圍環流 還是會持續的掃入在南部地區 我們就來看到定量降雨圖的部分 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來說 主要的降雨區域還是集中在北部地區 特別是宜蘭的山區 也不排除會有這種大雨等級 接著可以發現到其實花蓮還有台東地區 也陸陸續續的會出現降雨了 明天白天來說 當然是東南部首當其衝 所以明天一整天來說 在花蓮台東還有恆春半島 雨勢就會慢慢出現了 北部還是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 不過我們可以發現到 明天的白天來說 整個中南部看起來雨勢還不會影響太大 到了晚間開始 隨著它逐漸的靠近台灣 可能在整個花東地區還有恆春半島 下起了這種紅到發紫的狀況 意思就代表說可能會出現豪雨等級 甚至在山區可能會出現這種 大豪雨等級 而且可以發現到南部的降雨趨勢 也會逐漸的增加了 我們剛剛說到了 其實預估在週四的白天之後 它就會越過台灣上空 進入到台灣海峽的南側 這個時候降雨區域可以發現到 南部就會逐漸的明顯 當然整個東半部雨勢 還是會持續的 那大家也很關心到 秋台為什麼要特別留意 會不會引發所謂的共辦效應呢 我們就先來看到所謂的共辦效應 也就是整個颱風 因為逆時針的旋轉關係 所以吹的是東南風 但是一旦是跟東北季風 相符合形成匯流的話 也不排除在東北部地區 會帶來比較強烈的 共辦效應雨勢 但是可以發現到 這幾天的預測來看 看起來因為這個東北季風 是比較偏北一點的 所以要發生這種符合相互配合的機率 看起來是比較低一些 所以這次小選颱風 對於北部地區來說 可能是一些間歇性的降雨 降雨不會出現這種共辦效應 比較明顯的趨勢 但是大家都很關心到 整個風場的部分 因為降雨除了非常明顯以外 當然風場部分 今天其實在藍雨 已經吹起了11級的震風 明天在整個東南部地區 可能來到10到12級 當然在西半部 雖然我們剛剛說到 中部地區感受上面 雨勢並不是這麼明顯 但是受到地形的作用影響 整個遐管效應的影響之下 也不排除會吹到9到11級的震風 最後我們就要來看到 浪高的部分了 今天其實在東南部地區 已經吹起3到 已經有3到4米的浪高了 在明天颱風步步逼近之後 也有可能來到6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明天各地都要特別的留意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在今 MonstersApp Goldmanков 台上 fireplace 如果不Star 哎呀